好 这次要带您来看 大陆公布2月份 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是15.3% 即便剔除了在校生 换了新的统计方式 还是难以掩饰 这严重的青年失业问题 因此大陆各地比以往更加积极 甚至不等到毕业季 就提前的在校园里头 广盼商品会 教育部也新增了24种新专业 要在54所大学开设新科系 希望从根本能够改善 人才培育的方向 来符合市场的需求 另外一个拖累大陆经济的是 投资消费低迷 为了刺激需求 消费贷最低已经降到3% 北京 上海 广州大陆一线城市 还有杭州等地 800多家企业 带着超过3万个工作岗位 前进西安当地大学 展开校园招聘会 我个人认为国防单位 他更好的可以就是报效祖国 我是做电子类的 然后在东部那边确实发展更好的一点 这层修研究聘会开出的职缺 多半是现在大陆最热门的产业 比如航空 电子 通讯等 而且各地企业求财 相关福利也带到现场宣传 包括人才公寓 福利食堂等 尽可能要提升美合率 今年对我们非全日制研究生 也准备做一些政治上的调整 那么可能会放开 西安市大学和科研院所聚集城市之一 在校学生人数仅次于北京和上海 因此这场校园招聘会格外被重视 目前也通过各种小型的 这种专长的对接会的形式 来强化和咱们各地市的一些对接 尤其是和咱们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地市 大陆以往的校园招聘会 都是接近毕业季才开始热络起来 但今年积极程度整个提前 才过完春节 跟着一班劳工招聘会一同举办 因为大陆的青年失业率 即便换了新的统计方式 还是难以掩饰情况严峻的事实 据显示 二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劳动力失业率 16到24岁为15.3% 25至29岁为6.4% 剔除在校生 二月份大陆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 再盘新高 突破15% 解决青年就业问题 成了当务之急 除了校园招聘会 大陆官方打算从根本下手 近期教育部宣布新增24个新专业 要在54所大学开设科系 其中包括半导体科学 电子讯息 智慧海洋装备等 希望改善人才培育 以符合企业市场需求 新增的软物质科学与工程 是基于全员学科的发展 近年发展起来的跨越物理化学材料 生物和工程的一门 全员交叉学科 同时采用全员学业导师制 本硕博衔接培养 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青年失业率短时间要降下来 难度颇高 而另一个也是拖累大陆经济致命伤之一的房市 即便官方有多轮政策降房贷 松绑购房限制等效果不张 大陆最新公布三月贷款市场利率 一年期LPR维持3.45% 而与房地产利率相关的五年期以上LPR 则维持3.95% 选择按兵不动不降息 近期反倒是银行信贷领域 消费贷最低已经降到3%以下 2.88是我们银行的专属的客户是可以享受的 就是在我们银行资产要在600万以上 最近来贷款的很多 因为我们一般到1到3月份是开门红期间 所以说这个优惠还是比较长的 房市积不起来 银行房贷业务冷清 但消费贷却可以期望 因此各家银行比拼 谁给的利率最低 有些即便是新客户也可以透过优惠方式拿到3%的利率 今年2月大陆国有银行消费贷平均最低利率 已经达到3.3% 同比下降42个基点 其他银行同比下降甚至超过100个基点 在挖掘增量上的可能消费贷可能会获得更多的重视 而且呢包括我们能看到政策上的激发的效果 一个是家电的这些已旧换新等等 我们的这个货币政策的配套呢 肯定是会和这个财费政策一起啊 希望把这个家电的已旧换新 甚至汽车的一些的激励政策呢 去落实到位 过去大陆的消费贷 曾经在电商大促双11时 降到1%左右 而这波下降 市场认为一定程度上 或许能激起消费作用 但要想真的扭转颓势 根本房市就业问题 还是得解决 TP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PBS新闻网APP